欢迎回来 国际重要财经讯息 带您看到 距离希腊纾困计划到期 只剩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而这个周四 欧元区财长们也没有达成新的纾困协议 下周一将召开紧急峰会 继续商讨希腊债务问题 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 在周四的财长会议上说 希腊向国际债权人提出了一项方案 可能会解决这场危机 双方已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 但因对方谈判代表没有相应授权 而没有最终敲定 德国政府为此感到遗憾 仍希望能达成改革换金元的协议 将希腊留在欧元区 但强调 希腊必须先提交改革方案 与三大机构就此达成一致 下周一的欧盟峰会 才能就协议做出决定 法国总统奥朗德 也督促希腊与国际债权人加紧谈判 根据欧洲的规则达成妥协方案 英国财政大臣周五也督促希腊 与债权人达成协议 并表示英国期待最好的结果 但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据银行业消息人士透露 上周末纾困谈判破局后 恐慌的希腊储户们 加速从银行提走存款 周一到周三已提走20亿欧元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 周五将举行电话会议 讨论向希腊银行 延长紧急流动性援助 不过希腊央行行长表示 银行业系统依然稳定 新唐人记者维清一综合报道